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这一集的节目开始之前 要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等一下的内容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刺耳 那因为音质上基本上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啦 我们在录制这一集的节目过程当中 其实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状 是一直到后续在做剪接的时候 才发现音质整个大爆炸 那确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现在也都还是不太清楚 不过说老实话 其实在录制这个节目快一年左右的时间 大大小小的问题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啦 最严重的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软体的问题 最后录制的整个节目档案直接报销 那再加上每一次在录制节目之前 我们都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在做资料的查找 在结束之后还要在做剪接的工作 过程中我们要讨论一下说到底要怎么样来把这些交通议题呈现给大家 其实花费的时间也是蛮多的 那效益来讲我们也觉得没有到很好 所以说我们讨论之后决定还是在节目即将满一周年的前夕停播 那至于说是暂时停播还是永久停播 这个目前也还不太清楚 总之还是要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 那停播的只有导航企划台这个podcast节目而已 企鹅交通手查的YouTube频道还是会保持每个礼拜一次的更新 那前言就说到这里我们就开始这一集的内容啰 欢迎收听导航企划台一起关心交通时事 出门在外可以不用开启导航但是一定要开启导航企划台 我是企鹅 我是领导 我们上礼拜不是有讲台铁的新的自强号 我要刊物了对不对 没有我不是刊物 因为我发现我要刊物 我记得上礼拜我们讲 就是我不是在问你说有没有要刊物 你说应该没有 然后过了三秒钟我念第一则新闻我就念错 1Mu3000我念这1Mu300 其实没有人发现 有是跟我讲的 所以其实有被发现 是我朋友传讯跟我说 说你37秒的时候说没有要刊物 然后40秒就说1Mu300 他说我啦 对我自己没有发现 因为留言区没有看到 哦好对刊物一下 那另外一个不是刊物的事情是 我们不是说那个藤云坐舱的名字好像有点怪怪的感觉 然后后来马上就有人说 也是另外一个朋友 他传信息跟我说 哦因为很多那个 那个殡葬业者名字会取消 哦我有看到那个 藤云会馆 对 然后他说 有藤云会馆这一间 哦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也没听过 我只听过什么 都是什么会馆 很多都是会馆 但是没有看过藤云 但是他说还有什么藤龙啊 然后什么插云啊 什么之类的 不过好像这样讲也不会太意外啊 就这个名字 你仔细想跟跟极乐世界确实有一点有点关联啦 确实是有办法联想啦 对啊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的状态下 那台湾有多少人会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啦 对对 但确实你 就是听他这么一提 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啦 只是 应该还好啦 应该没有那个意思啦 应该也不敢真的有那个意思啦 我们这样讲搞不好到时候那个施大的某个叫做先跳出来打人 对不起老师 我们错了 好这边先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大家以为这个台湾的第一辆火车头藤云号只是取一个吉祥的名称嘛 嗯 但实际上 据传啦 是因为当时在台北有一个 应该算富商吧 我反正就忘卒 对 就叫洪藤云 对 没错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算真孙了吧 是真孙吗 我其实不知道他是哪 他是哪一代 四代还五代 反正就他的后代 对 在十大任教 对 前阵子才从那个铁道博物馆筹备出 结任 结任 对 结任 对 光荣以退吗 对 光荣 那叫隐退吗 那个啊 借掉其满啦 哦 对 借掉其满 对对对 我总觉得这个词看起来更奇怪 对 好像也是有点怪 对 反正就是 就是最美好人物 对 反正他就 就算什么 这段家族事业了吧 对 这才真的是家族事业 就是先人呢 这个为 成为台湾铁路的火车头 然后后世呢 就是再继续在铁道博物馆 认知 这真的是一种 传承 好啦 那反正 好啦 那我们就进 那我们就进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吧 高捷 高捷钢山路竹延伸 计划增购 10辆新车 营运 高雄捷运要延伸 钢山跟路竹 那高雄市捷运局在11月17号的时候说 有计划要采购10例 新车要给 营运来使用 那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 方行人就说 捷运周边的土地应该要更流效的利用 那陈其麦就说 会在捷运周边盖青年的平价宅 那钢山路竹延伸线的积电工程是由新加坡的公司 还有韩国的现代乐铁组合得标的 那高雄市捷运局长呢 之前受到访问的时候也说 有打算要征购10例的列车供应运使用 捷运周边盖青年平价宅 这个最后会平价吗 我觉得光是给青年的住宅 那应该说你既然是要拿来卖你的住宅 应该就不会多评价 对啊 尤其是捷运周边 捷运周边地段都好 这会变成投资宅吧 还是才要学台北 什么只租不卖 那就社会住宅 可是台北的只租不卖 那个价格其实也蛮可怕 就那个社会住宅都蛮夸张 像前几个月吧还是去年底台北就有个社会住宅就被爆说 说这个租金到底谁会去租 对 就 好啦 社会住宅毕竟是一种居租正义的手段啦 但是租金还很贵就奇怪 对啊 因为真的需要租房子或者真的买不起房子呢 好像也付不起那么贵的租金 我如果付了租金那么贵的租金 我不如多努力存一点钱 然后拿去缴房贷 对 这样认真算下来 那个房贷搞不好还比租金便宜 对啊 除了投资 因为投资要钱不太 投资你真的要自己存 但是后面你付那个房贷 其实算起来 有时候比租金还便宜 好啦 我们不讨论租金的问题啦 我们讨论高雄捷运的车厢数的问题 我想到第一个问题 他打算来这10列到底有几节车厢 我找不到资料 我也没有看到资料 但是我猜应该也都还是三节的车厢 三节车厢要从入主一路开到小港 也是蛮辛苦的啦 会吗 为什么会辛苦 就感觉这么短的车 然后你载不了那么多人 所以你只能用三节车厢 什么意思 就是你载不了这么多人 然后你还要拉这么长 然后就是一种 对车厢会不会很操啊 可是他不是要开区间车吗 对哦 他要开区间车哦 那其实好像也还好 可是他 他只开三节车厢 只买三节车厢 但是其实每 就是不管红线跟局限 他的月台不都是六节吗 对啊 我记得是因为什么运量还没起来 所以他暂时缩短营运 对不对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 但是另外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是当时高雄捷运在盖的时候 那高雄铁路要准备地下化吗 对当时红线的高雄车站 我不知道是R节 不记得 反正就是高雄火车站的那一站 好像R11吧 的样子 我还真的不记得 还是R节 因为好像R10O5是没力道 那应该是R11吧 对应该是R11 反正就高雄车站的那一站是零四站 对 然后他只能塞得下三节的车厢 嗯 他的月台长度只有三节 对 所以大家现在去看那个新的 后来好像是三年前吧 三四年前改掉了 对就是高雄捷运站就是有迁站过 然后往北稍微搬一下 对 但是在旅客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它是稍微挪一点点而已 而且 而且 就是因为高雄捷运的高雄车站迁站之后 那个台铁就地下化 但是在地下化之前那个入口跟洞线完全没有变 对 我就是 不讲其实好像有点难以发现 反正他就成为全台湾第一个废站的捷运站 对 高雄捷运临时 高雄捷运高雄车站临时站 好长 他是第一个废站的临时站 第一个废站的捷运站 对啦 反正就是因为当时是高雄车站的那个临时站 最多就只能塞在三节车厢 那所以就造成他后来在采购的时候 你总不能就是六节车厢的车开进去 然后只停一半在里面吧 但其实 其实我记得外国也不是没有这种案例 就是这个月台太短 所以他就把 就只有前面几节车厢 或者中间几节车厢会开门 然后前后就是在 在月台 在轨道上 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 什么小壁谈战解法之类的吗 对 小壁谈战之前也有人说可以这样解 但后来也没有这样做 对啊 我觉得这好像 我一直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但在台湾好像 大家很在乎这件事情 可能怕会有刁民吧 就是我的车厢一定要开门 为什么这一站明明就停了 他也开门 为什么我的门不开 可是我觉得这也不是刁民不刁民的问题 也就是你试想 如果你今天对这边不熟 然后你刚好搭到了那一个 不会开门的车厢 会 就其实会感到恐惧啦 就是为什么门没有开 然后大家有人在那边上下车 是不是什么幽灵列车之类的 确实啦 而且万一我刚好搭到那一节 就是没有开门的车厢 然后车子又开走了 我要怎么回来 我要赶着下车 于是我就冲到其中几 那个有开门的车厢 结果还没有到的时候 门就关起来 搞不好更危险 对啊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啦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 这都可以透过宣导跟高市来解决 不知道耶 可是当时高雄捷运的酝酿 确实也没有起色啦 对啦 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啦 所以后来就一直沿用三节嘛 那一直到现在 当然也有人说 为什么高雄捷运不要从三节变六节 但好像是他当时采购进来的那三节车厢 他是没办法扩充编组的 就好像没办法用其他手段去扩充 怎么会有这么没有元件的买法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这个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就有人说 他头尾都是驾驶座吧 如果你要扩针的话 应该是在中间塞其他手段 但好像技术上很难办到 他为什么不考虑 就是两列车直接连串在一起跑就好了 中间不要连通就好了 中间连不连通不是个问题 像北捷文湖线就完全没有连通 这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个问题 而且他车又没有中间要分割形式 这种错 你真的跟你同行人走到不同车厢 你就下一站下车换到他的车厢去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个问题 那这样换这个说法来讲 当时高雄车站临时站的时候 应该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 怎么说 就是一半的车厢 就是三节车厢跟另外三节车厢中间奔临通 然后我要上车前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说本节车厢高雄车站不开门 这是个解法 就是高雄车站不停靠就好了 讲不停靠就好了 可以可以 然后那个有开门的车厢 就是高雄车站然后开门 大家上下车 没有停靠 那个不开门的车厢就写 本列车暂时停 暂时停止请稍后 然后每一班车到高雄车站都会停一下 没有应该要广播 本列车在此临时停车 请各位旅客稍后不要上车 我说就是这个 台铁波音 像北捷也有吧 北捷的用词好像不一样 但反正就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北捷那个比较少听到 当然板南县早前都很长 板南县的上下半时间很长发生 就是每一站里面都有车 但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结法 但这些都是过去式 对啊 不过我觉得比起说要高雄捷运去把它扩生成六捷 那不如就这样三捷买进来 然后让大家可以多发一些板刺 对啊 因为其实高捷现在比较被诟病的反而不是车厢长短 而是班刺 班刺 然后还有 其实班刺就是直接关系到便利性 对啊 尤其像你局限 局限确实运量比较差 那你可能维持现在什么 七八分钟 然后甚至到十分钟一班 大家就会更不愿意去搭车 就是这可能也都还好 但是红线 红线如果你还维持了什么七八分钟一班车 因为红线真的很稽 对而且红线其实 其实尖峰时间是会塞的 就是车厢里面是会塞的 所以比起这样的话 你出入就是我多买一些 这个什么三节列车一组的这种车 这样进来 然后让它可以加密红线 至少它在左营在你买的这一段的班去 对 尤其左营一直到三多这一段 就是上下班时间都很可怕 对啊 所以这样说不定搞不好买进来之后 左营到三多这一段 可能就尖峰时间可以什么四五分钟一班车之类的 四五分钟一班车 从台北的角度来看也是蛮少的 从台北的角度看四五分钟一班是离风的班车 没办法啦 对啊 毕竟车就这么多啦 对啊 而且 毕竟我觉得还是绕回来 就是 大家也在讨论说为什么高雄捷运大家不喜欢搭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它没有路网 对 它就只是一个十字而已 对啊 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嘛 当时台北捷运只有两条线的时候 运量也是很差的 对啊 对 有板南线一加路马上翻倍 对 就是路网真的重要 所以其实 其实我也是蛮期待高雄捷运之后那个黄线 没有黄线如果盖起来应该应该会比较好看吧 真黄捷 对 真黄捷 还会经过黄捷的选区 会吗 好像 会啊 会经过啊 会经过会经过 对对对 黄线几乎都在凤山 黄线 黄线有一段都在凤山吗 没有 就是黄线它不是近视区会分叉成两条 对啊 其中一条都在凤山 对啊 其中一条都在凤山 对对对对 就虎价线那一条 对对对 真黄捷 我记得他前阵子好像有他有一个广告什么黄捷挺黄捷 好像有 好像是反正他好像在在在监督黄线捷运的事情 我就看到那个 哎 这梗也是蛮有趣的 对对 在他爸妈取名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件事情吧 对没有想到高雄会有黄线捷运 而且 那你知道可能搞不好刚开始大家还以为那种艺名之类的 就把这种本名 对 这个名听起来其实有点像艺名 对啊 好 不要消费人家的名字 不过我讲到这个就是捷运路网的问题啦 因为当时捷运路网的多层地方想要盖捷运的时候其实又被交通部打枪 就是这大概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 差不多差不多 对啊 因为那时候很多地方都要送捷运案 后来被交通部打枪说 我怕你这边这个公车酝酿不足啊 万件齐发 就是每个县都在那边万件齐发都在送捷运 所以当时交通部有一个很大的政策就是希望大家各地政府来把公车酿酿先培养起来啦 对我记得我们在讲那个台中捷运那一集就有讲过 在讲说为什么台中捷运先盖绿线而不是蓝线的 因为绿线是高铁结果 所以它可以先盖 对 它等于是被插队的 对 所以说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应该当时算是什么最听话的吗 台中公车 对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最听话 毕竟是长期执政 那个时候的中央跟地方都是同一个执政党 然后台中又长期执政 感觉应该除了它以外应该很难不听话吧 台北值得也很久啦 但台北有捷运的 台中市推动干线公车明年六件起发 台中人口日益增多 交通日益繁长 公车路往可以减少搭车时间跟舒缓塞车的情形 交通局就宣布 规划在民众搭乘最多的复兴路、中兴路、台湾大道、中兴路、重德路 还有北囤路这六大路廊上面要推动干线公车 每一条干线都会在明年陆续开通 明年六月底之前会六件起发 台中的交通局长就说 台中的公车运量从2011年开始 8公里免费之后 从每年的5000万人次 运量提升到1.3亿人次 好像有点多 在台中活动的人口持续提升的现在 一定还有可以开发的客人 台中市的交通局也说 目前会在路廊把既有的公车路线进行转型 单次服务水准提升到尖峰至少10分钟 离峰至少15到20分钟 也给各该线公车专属的颜色来方便记忆 还有讨记忆的路线变好 像台湾大道900号 预计要明年六月底会全部都正式上路 让台中公车路往可以更健全 我觉得如果对公车的发展史 比较有熟悉的朋友 可能听到这个新闻之后 会马上联想到好几个点 我就是那个不熟悉的 第一个点就是台中干线公车 如果对台中首位想说 这不是TTJ TTJ是什么 它是当时在2009年的时候 从胡志强市府时代所推动的一个 它叫高潜力公车 用英文简称就是TTJ 是不是有点像BRT的前身的感觉 有一点点类似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然后在第二个熟悉的点 它不是说要什么 每个月陆续增加一条路线出来 对 有点像以前那个台南干线公车 开发的那个玩法 是这样吗?台南是这样的吗? 因为当时 像台南干线公车不是有什么 绿干线、红干线、中干线、黄干线 有没有的 对 那当时那些路线也是一个月去整并 去整并一个区域的路线 把它整并成一条干线 为什么这感觉比较像是在省预算 我没有认识预算一次整并完 我觉得有可能是省预算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关系 应该是就是要创造话题吧 每一次都可以发一次新闻 对 对 每一次都可以被讨论一次 这确实是一个行销上的点 对 毕竟又不像台北 台北当时那些旧有的公车 改成淡线公车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改了12条吗?第一次改5条 完全没有变 我到现在都还是讲电话 不是电话 讲公车的那个号码 结果当时台北就改两次而已 结果那个新闻效益多大 对啦 但那个公车的效益真的是很烂啦 新闻效益很大 但公车效益很烂啦 又很烂吗? 我觉得就就光是像什么罗斯福路干线到不了罗斯福路六段 然后和平干线到不了和平西路啦 还有什么? 陈德干线 然后走了大半的南京东路啊 还有像什么敦化干线 敦化干线还好 敦化干线走了半条中山北路啦 敦化干线对啊 像这种我就觉得 这种名字实在是有点名不符实 可是台中现在也要玩这个玩法 一样的玩法吗? 我觉得就是类似的 因为现在大家还在猜不知道 因为他是说他要把既有的路线来转型过来 那就等于是他还没有宣布说到底要从哪一条既有路线去改 所以大家也都还在猜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把既有路线直接升格成干线 不是不行 但你不要说他是某某路干线 因为你既有路线一定会软绕 你可能同一条路不一定会完全走完 或者是完整走完同一条路之后 你再完整走完另外一条路之类的 那像这种的就会变成 你用某某路名的干线 那不就会在辨识上会有点差? 你不如直接用几号干线 或者是像用颜色来分别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两难的地方吧 因为他如果要取 因为以台北的玩法来讲 当时是取等于是这一条路上面最密的公车去转型 因为他这样的话他可以接受最多率转 因为如果真的需要再增加班次的话 就不用增加那么多 那他就是等于是取这个班次目前已经是几乎是最多的路线来赶 那这些班次已经最多的路线 他可能就是没有完全走完这一条路 但是他又要符合这一条就是叉叉干线的名称 这样大家才会很直觉的聆想到说 我在我现在搭这条路线公车就是在这一条干线上面 好乱哦 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算是捷运的思维嘛 因为他会觉得捷运就是走在某一条干道上面 对啊 他那个时候台北出干线公车的时候 他有一个说法就是类捷运的干线公车 所以他英文叫Metro Bus 对啊 就是 我可以理解那个理由啦 但你这样叫真的就是 作为旅客实在是不太友善 所以现在台中这个 因为台中这个还没有宣布啦 就是大家也都还在猜 我们先讲他是哪几条路线 因为他还有专属颜色耶 有一条是叫白色 白色 不知道他到底是白色还是银色 因为他看来是白色 反正就一百路 一百路 对 他预期之后又再一百路 叫复兴干线 复兴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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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兴干线在台中哪里啊 你的反应跟我一模一样 对啊 我不知道台中的复兴干线在哪里啊 我看到想说台中有复兴路这一条路啊 然后后来看了一下 复兴路是后站那一条路 哦 我知道了 那个台中后站跟大鲁阁百货中间那一条 对 哦 对 就是他几乎是跟铁路是平行的 哦 然后一路往西南到乌日 哦 好那这看起来好像有这个需求 嗯 嗯 好那再来 那这个我先讲就是有人去猜测啦 那这个猜测资料是来自于有一个粉专 叫做台中车站贺币月台 哦 我以为你要讲契鹅交通手杂 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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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台中公车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熟 哦OK 对那他猜是82路 哦 那不确定 不确定 好 讲82路我就有印象了 我反而有印象 之前我忘记要去哪里 想要在台中高铁站要坐车进市区 然后好像也是在后站那边吧 嗯 就是那个路线图 就是第一个先问Google Google就跳一个82出来 哦 然后我看到82站好多 我觉得后来还是坐台铁 好那再来第二条是棕色 棕色 200路 200路走哪里 他走的是中心干线 等一下 我知道有 我知道有新大路啦 但有中心路吗 新大路 新大路在中心大学前面 对对 但有中心路 有啊中心路是很大条的干道 哦真的哦 中心路就是台三线啊 哦 好那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条路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 因为他在台中市区招中心路 然后他接下来会进到大理跟雾峰 哦好 真的对 他好像在大理也招中心路 真的对后站内侧比较不熟 对 大部分人好像都对后站比较不熟 对 反正这条中心干线也是会拉到雾峰去啦 哦 那预计他可能是从二零一路去改 哦 二零一路 从二零一路 我也是觉得应该是从二零一路改啊 怎么说 因为二零一它原本是两条路线把它拆出来的 二零一路原本是什么 原本我记得是一百 一百 一百 三年前被拆 哦 我知道他会到台中火车站那边 他拆起了二零一跟六零一 哦 就是从峰原到台中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新民高中 然后到雾峰 哦 就是标准的拆法 对 直接从中间直接砍下去 对 就是只有那个火车站到新民高中 这一段是有那个重叠 对 好 再来是蓝色的三百路 这个大家就比较熟 这个现在已经存在的东西 就不用再多讲 就是以前的BRT 对 然后再来是橘色的五百路 橘色五百路是走哪里 中青港线 那这样子就好理解 因为我记得现在有在规划那个捷运局线 也是走中青路 然后捷运局线好像还有什么 什么秘称叫什么双港捷运 说什么可以从空港到海港 双港捷运 原本还叫双港轻轨 后来直接原地升格 但是我觉得它那时候叫双港捷运 有一点不符合实际概念的东西 因为它的两个港 它所谓的空港跟海港 都是在很西边的位置 都几乎在它路线的起点 对 那两个港其实算 其实两个港之间很近 对啊 但是它离市中心超远 对啊 这还不如我们那个上上景讲的双港轻轨 大道城 马头 到八斗子 到八斗子 这个才真的是双港轻轨 双港捷运 对 好啦 那它我觉得 我自己也觉得 它最后可能是拿九路去改 终于出现一个我有印象的号码 九路我就知道了 但是这个有一个幸存的矛盾点 是其实五百路过去曾经存在过 真的吗 现在还不在这个五百区 反正它曾经在林嘉隆市府时代是作为五百路的快捷公车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是跳蛙式公车 那快捷公车不都是一六级一六级公车 就是以高铁站为中心发作 就是它那时候的新政策是跳蛙公车 就是走中心路的部分站牌不停靠的公车 哦 我记得这个政策 对 那个就是五百路 然后后来就死掉了 对 后来就死掉了 它后来只剩建峰在开 对 就是它刚开始的时候整天开 后来变建峰开 然后最后就 我记得死掉 对 反正这个五百路的这个名称 其实也是从林嘉隆市府时代延续下来的名称 对 就继续用这个编号 然后等于颜色也算继续用了 然后捷运还要继续用 对 然后再来是七百路的崇德干线 这个也是 就是现在还有七零一 对 现在有七零一 这也是林嘉隆市府时期出现的一个变化 但崇德路也确实是台中市北段比一个比较重要的干道 对 崇德路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 所以他们也猜测最有可能是拿七零一路来改 对 然后再来还有北屯干线 红色的 九百路 那这个是走北屯路吗 有北屯路吗 有北屯路 有北屯路 北屯路也是台山线 哦 好我发现我会忽略台山线 刚刚一下那个中心路一下北屯路都没有忽略跳 就北屯路它也是跟台铁平行的一条路 哦 是不是走在那个台铁西侧 对对对对 那一条我就知道 对 然后预期有可能从五十五路改 但是现在还有九零一路 所以不确定 但是因为九零一路太少了 哦 九零一路车很少 对啊 所以最有可能是拿五十五路来改 哇 那这感觉又是一个 有点像台北的玩法 嗯 对我觉得它有可能是拿台北的玩法来去玩 所以说这个玩法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如果说它在同路上面有其他路线的话 要怎么样去处理 哦 但我记得现在的三百路公车的台湾大道上 它是直接分流的 三字头的都走在用道 嗯 然后不是三字头都走在边边 哦 现在不是三字头游戏也走在用道 哦 真的吗 是哦 那它这样子 车流交织其实蛮麻烦的 嗯 其实台北也是这样子啊 对啊 台北也是啊 台北也是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一路还好 嗯 还是在交织下去要出现一台马萨拉蒂 还要拿着棒球棍 大家突然都很喜欢打棒球 前阵子中华职棒还要打比赛 对不对 不是要学俄罗斯吗 就是棒球棍销售量 一年销售一颗棒球 对 但一年销售五万还五千根球棒 应该是五万吧 应该是五万吧 应该是五万 对 俄国人爱打棒球 爱打到就算没有棒球还可以打棒球 对 今天打球你当球 领导我觉得你还蛮适合当球的 不要啦 先不要 身形跟棒球有87% 但是大小差很多 先不要先不要 先不要 保龄球好了 保龄球好像比较像一点 先不要 好 拉回来 就是他现在同路廊的这些路线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我觉得会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因为像台北来讲的话 台北就等于是他同路廊的其他干线 比如说拿可能307 307 南京东路 对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还有像 像那个哪里啊 像短小小 台北车站这边也有啊 宗孝东路也是 宗孝东路干线也是 因为现在宗孝干线是以前的232护线嘛 但是跟他走在宗孝东路记录同一段的还有299 299 但是299比较多 299有比他多吗 我看是差不多 就差不多 但以前还没改干线之前的299比较多 对对对对 确实 因为一个毕竟是负线嘛 但是这就牵涉回来就是 万一说我今天 比如说在宗孝东路上面好了 我看我一个外地人 我看到299来了 我可能不知道 他可以上 对我可以上 因为他走的路线几乎跟232负线 差不多 就是现在宗孝干线几乎是差不多 对 那再来是比如说像刚刚早上南京东路好了 中九跟就是现在南京干线 307 也几乎是走一模一样的路 但307远多于南京干线 307我记得在松山建通车之前 还被人家说是南京东路BRT 现在少蛮多了 现在少一点 但还是多的夸张 对 所以这个就是他当时没有去把其他同路 然后其他路线整合起来的状态 就会变成说外地人我可能只会认叉叉干线 但是不会认其他路线 那明明其他路线的班次比较多 除非是像307这种可能已经到全国知名的程度 不然的话真的就算真的是外地人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没有办法分辨 但是台中的过去的玩法我觉得还有 可能算什么一丝契机吗 怎么说 因为台中现在不是还有300 301 302这样子 这些不都是走在那个专用道上面吗 对对对对 就是以前的BRT然后前后各延伸嘛 嗯 然后作为BRT的接拨线呢 就是现在的321 322 323这样排下去 对对对 就是台中他等于当时 反正就是前一任市府时代 就有做这样的编码上的安排 对 所以会不会未来真的变成这些 他们要整并这些干线公车之后 其他同路廊的干线 同路廊的公车 可能也会有相对应的调整 被他拉进来 对 那比如说可能班次最多的 我可能就叫什么100 哦 然后第二多就叫101 1012 这样子 变成就是300号模式 嗯 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其实某方面来说还不错 就是代表都是100多的 101,101,101,101这一些号码 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路廊里面 都走的一模一样 出去之后才不一样 所以我如果在这个范围内 要走 要从A点到B点的话 我完全不用看它是几号 我只要看它EXX就可以上了 嗯 就我觉得这个在辨识上面 其实某方面是好的 像台中的300、301这一些号码 我就是 我记得有时候要走那个 真用道的路线的时候 我就直接看到 哦 301要不管它直接上 反正都会到 对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 在特定区域内加密班具的一种做法 嗯 然后你的辨识度也够高 嗯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做法 因为如果说我今天的这些不同的路线 把它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大的干线识别的时候 说不定原本各自的班次都没有很多 但是我把它加总起来之后 班次就可以达到跟捷运一样的水准 中间的重叠区间的班具就可以变得非常密 当然这些班具有可能不会很稳定 但至少但是平均下来会密集很多 嗯 所以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这些干线公车全部做起来之后 嗯 那它跟捷运之间跟台铁之间的整合 哦 那个转转成界面的整合 还有那个时刻表上面的整合 比如说我觉得以像台北干线公车来讲 嗯 我出了捷运站之后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走到干线公车的站牌 哦对 指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对 尤其像光是台北车站就已经够麻烦了 对 对 也不要讲台北车站 比如说可能比较小的站 啊 比方说 嗯 有什么站可以来举例 呃台大医院站 台大医院站 那边有干线吗 有啊 人爱干线啊 还有人爱干线 对啊 对 它其实站牌就在门口 但是它一点指标都没有 对 对 然后你它的指标就跟 就是十几 十几二十年来都如 都是一样的就是放在那个地图的底下小小的一块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上面会写怎么看见 你根本不会去注意到 对 如果大家有去过那个大阪 大阪它们有一条路线 它就是它给它叫做BRT 但是它实际上服务没有到 因为它二十分钟才开一半车 对 但它它就是用双结工车的在跑 对 然后如果去搭到那个BRT的话 你会发现地铁里面 会一堆指标告诉你说 要怎么样走过去搭 它就把它视为另外一条地铁线 在规划它的指标 其实它也是没有盖起来地铁 说到时候 对 确实是 那一条好像有要盖 那好像要盖 但那不是我们重点 那不是重点 对 你就看日本 甚至国外可能也会有相同的案例 就是它们会把相关的指标把它做得很清楚 让你知道说要怎么样走过去搭 但是台湾就 各自为政 真的是各自为政 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 离开这个点 你到某一个车站 然后你要去附近的某个点 但你一走出车站就没有指标了 对啊 可是在其他国家 可能会完整的告诉你到哪里去 尤其像是以台北来讲 它政策上又跟你说它叫做Metro Bus 对 那结果它的相关指标跟所谓的捷运 都没有 而且它还是都归台北市任务管的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台北的干线公车做到12条嘛 对 结果我在捷运站里面完全看不到 我要怎么样去转成这些干线公车 甚至有些干线公车根本没有把它转成 对啊 我连路网图上面我都自己看不到它了 对 我要怎么样期待 旅客会知道要怎么样在哪一个站去转成这些干线公车 旅客除非是刚好在某个站牌看到有干线公车 对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会认为 因为台中捷运现在就只有一条绿线 对 所以它未来应该是有办法 去把这些干线公车的这些路网图把它划进捷运路网图里面 对 趁现在 而且毕竟它现在这些干线公车未来也很多可能会变成捷运 对 这个其实有点像捷运的先期路网的概念 捷运的先期路网 BRT吗 对 你重复完我就反应过来 对 就是BRT要复辟了吗 林嘉隆事务要是 我才干嘛BRT废掉它要复辟了 原来这是蓝绿二恶斗的结果 哦 我还刚好选在选前的那一年 对 选前的那一年 然后又是国民党市长 哇 势势感好强啊 这一切都是蓝绿二恶斗 好啦 扯得有点远 既然都讲到BRT 不如就讲一下当时BRT的路网 好啊 当时BRT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BRT就只有蓝线 然后刚通车不到半年就被黑掉 就是在胡志强要选 要再选一次市长的时候 对 然后就废掉了 也不是就废掉了 就是通车嘛 然后通车之后 通车之后没多久 选完举 变成林嘉隆上台 林嘉隆上台之后 没多久把它废掉了 对 但是当时胡志强他在当当院市长的时候 整个BRT 其实有一个蛮完整的路网图 哦 对 但其实仔细看看这些路网图 它就是未来的捷运规划的 一个先期路网的概念 未来的捷运规划 其实我一直对这个说法有一点存疑 怎么说 因为他们上面有一个BRT路线 叫做金线 金线 你觉得金线的路我们盖得起来吗? 我偷看一下 金线的路啊 到和平哦 那应该是盖不起来 我觉得原来你的重点是这个 对 那这好像真的是盖不太起来 这可能只能用轻轨吧 不知道 观光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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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讲到金线 我发现这样路网图有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个路网图是2012年的版本 就是2012年那个时候 开始在规划BRT的时候的版本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金线 它会跟中线交叉 然后中线又会跟黄线交叉 金线同时还会跟橘线交叉 大家可以拿出影光笔 或者用电脑开小画家 你把这几个颜色同时涂出来 你就会发现它的问题在哪里了 这个说真的我觉得对色弱的民众蛮不友善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友善的点是 金色跟黄色到底差在哪里啊? 对,金色跟黄色 其实金色就是比较亮的黄色 就是会bling bling的黄色 你要在路线图上面呈现出金色 本身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金就是指金属 然后大家为了形容金属 会叫做黄金黄金 那不就代表黄跟金是同一个东西 代表金这个金属就是黄色的 你要在路线图上面撒亮粉 就是金线,它会撒亮粉 对不对 那以后银线也会这样处理 就花一条白色的线,然后上面撒亮粉 这是银线 小学的时候我们玩没有那个亮粉 对,你就用亮粉灌在上面撒 这样金线就可以显现出来它是金线 这个感觉蛮有创意的 对,这个成本应该很高啦 不过这个BRT的这个路线图 它在现在的这个新版的干线公司上面 它确实是没有看到的 对,像我们刚刚讲的金线 对,像金线就是一个 因为金线的终点到和平 这个其实真的蛮困难的 所以我们刚才报的那六条里面 完全没有金线 对,没有金线 但是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局限 因为它的局限从台中车站到雾峰这一段 它是换了一个颜色,它是换成棕色 但是重得干线 就是它原本在BRT路网里面 它画的是棕色 它现在改叫黄 等于是对,有点像对调 对,就是我也不了解 为什么它会做这样的一个转变 其实我觉得那个倒还好 因为这些路线最后没有成真 可能甚至对这个路网图有比较大印象的人 应该也不多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已经有成真 然后后来废掉的东西 它如果是成真后来废掉 那大家可能真的会混到 比较有印象 对,因为大家有搭乘过会有印象 但这个东西本身没有成真 我觉得倒还好啦 不过有成真后来被废掉 就是刚才有讲到那个TTJ 哦,TTJ 对,但是TTJ 这个应该有印象的应该 好啦,稍微连长一些 TTJ这最后是有成真喔 TTJ有成真啊 哦,是哦 我一直以为它也是一个规划图 但它的政策就是大概延续了两年之后就结束了 等于是 就是真的有搭乎有印象的也不会太多 因为当时配合TTJ的这个政策规划 它确实开了很多条新的路线 那它就是走叉叉干线的这种概念 哦 但是它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仅限于台中市 就是旧台中市里面 以前的省下台中市 就是合并升格之前的版本了 对 对,我看到经济间的路线图 它的蓝线最西断是东台别墅 下一个路口就是杀路了 对 不是杀路是龙井 下一个路口是龙井 对,才差一个红绿灯 所以当时TTJ确实就是这样的规划 而且TTJ还有个蛮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干线公车 大部分都是算辐射型的吗 哦,对 基本上辐射型 对,从市区辐射出去 但是当时TTJ就是环形的比较多 对,都是框框 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 台中的道路路网就是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 对,所以其实可以想像 它这几条路路网应该都是同一条路 因为台中路网就是圈圈圈圈圈的 所以它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 就是隔年马上又改版 隔年又改版 对,在隔年改版之后有一些路线 就变得比较弯绕 看起来比较不奇怪一点 也不是说不奇怪吧 应该是它变弯之后可以服务到比较多人 对啦,因为它一直到圈的话就变成 你要从A圈到B圈,你要会很多试车 对 然后2010年之后,好像到2012年的时候 这个TTJ政策就结束了 因为当时2009年开出来的时候 TTJ是免费的 哦,那时候是免费的 对 就只有TTJ是免费的 然后其他是什么,8公里免费吗 没有,其他就是造型充费 对,还没有 那等于是到后来2011、2012的时候 就全部变成8公里免费 那既然全部都变成8公里免费 TTJ就没有特别吸引力 它没有特别的必要 因为它不是免费 因为它也是 它本来就免费 对 而且TTJ大部分路 就是你真的会搭TTJ超过8公里的 也没有那么多 因为它路线本身就没有那么长 它路线从头到尾也没有8公里 应该是有到啦 比如说从南线 从市区到东海别墅 应该是有超过8公里 有那个1011吧 我记得 但是大部分路线就是 通常没有 对 它顶多后来2010年改版之后有啦 有一些被延长了 对对对 因为升格的关系 2010的升格了吗 是因为升格了吗 是2010吧 是吗,是2010 我记得说2010 2010在14在18 对 打T世界杯的那一年是选地方首长 我都这样记得 我没有这个记法 打奥运的那一年选总统 打世界杯的那一年选地方首长 我都这样记 但是当时TTJ政策 后来有一些算是被诟病的点 就是它班据不稳定 不稳定 为什么会不稳定 因为你如果说很松散可以理解 但不稳定是什么概念 就是有时候可能怎么两分钟来五台 然后接下来是50分钟来两台 没有啦,这只是一个夸张的比喻 但这种不稳定确实是蛮扰人的 对 就算没有那么夸张 它也是很扰人 对,但是会不稳定的 其实有一个很大原因 是因为它大部分路线 应该说啦 当时所有路线都没有公车转用到 哦,所以你受红绿灯的影响会比较大 然后还有塞车的影响 对,还有塞车的影响 有在台中开过车的就知道 真的很可怕 尤其那个时候智慧型手机还不普及 才刚开始有智慧型手机 所以也不会有那种 手机拿出来安安安插公车的那种习惯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在站牌空等 对,我记得我高中 国中高中在坐公车的时候 就算是那个样子 会在站牌空等 因为我的手机也没有办法插公车 但是那时候应该可以打电话插公车了 对,但不会有人做 就是应该会做这件事情也不多吧 他就是宁可乖乖站在那边等吧 因为那个电话按键按起来真的蛮麻烦的 对,蛮麻烦的 那我不如去看有些站牌 会有会写什么 还有几分之后 看那个比较快 对,有些会有 因为那时候电话号码就是 你要先拨一个电话号码进去 然后好像接下来他会说 你要按哪一条路线 然后再按数字 对,按数字 然后接下来他那个站牌下面 会有一个特别的编码 然后你要再把那个站牌打进去 好麻烦 然后再打方向别 好麻烦 对,我印象中流程是这个样子 但其实这样子想一想 感觉他的逻辑其实就是手机APP的逻辑 只是变成用数字键来操控而已 对 对 他其实很便利 只是操作起来很麻烦而已 后来这个TTJ的政策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好的出发点 他确实后来培养起台中的公车韵量 所以才会有刚才那个局长讲的 从5000万然后直接升到1.3亿这么多 对 那确实台中市的公车从后面都算是蛮有起色的啦 对啦 其实就是台中的公车 你现在去看坐公车的其实算不少啦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等于算是要记取之前就是这种没有公车专用到的教训吗 就是如果你要让整个半线公车的班次稳定的话 那你可能还是要有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嗯 就是你可能 专用到 专用到要射 对啊 因为像BRT 因为BRT都有专用到 但是它还是会面临班具不稳定的状态 因为卡在火车站前后 火车站前面那一段没有办法射转用到 对啊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BRT 还在用BRT的时候 因为它都是双解公车嘛 双解公车就很大台 然后我可能在BRT的台中车站那边上车 然后到前面一个路口 干前一半还在前面 就是我过了一个路口 我发现前一半车只跟我差一个红灯 嗯 然后到了专用到上面之后 就变成就变成很像那个 那个叫什么 彈簧一样 嗯 就是一下子这边超塞 然后那边超空 中间超塞这样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当时BRT在那个 炒马路桥那边 也是没有专用到 哦对 炒马路桥 到现在好像也没有 也还是没有啊 所以我之前搭BRT 曾经遇过就是我从东海别墅那边 嗯 要进市区 嗯 然后我就卡在炒马路桥上面 卡了20分钟 这也卡太久 超久 炒马路桥的当初设定不就是为了要跨过黎明路吗 对啊 那你都已经没有黎明路了 为什么还可以这么卡 我就不懂 这也是蛮神奇的 所以就是没有专用到就容易面对这些问题 对 所以 专用到真的很重要 对啊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除了专用到之外 就是未来的这些路线 有可能都是所谓的单循环路线 哦 就是他进到市区之后嘛 就是他没有一个调度站 嗯 他就要再走其他路线在这边回来 就是可能左转左转再走站 就回到原点 对 绕一个小圈这样 对那现在看起来这些路线 应该是在市区不会有调度站 那如果在市区方面没有调度站的话 那他回程 出城方向可能搬去就会很不稳定 哦 对 因为进城方向的搬去 因为离调度站近嘛 但是回程对 对调度站而远 你离它超级远 那你离调度站越远 自然搬去就越不稳定 所以未来这些路线要怎么样去做调整 说不定啦 因为现在台中车站 新的不是有公车转运站吗 哦 对 现在要盖吗 你是不是现在有的那个 现在有的那个 就是台中在对面那个 没有 你说底下那个 哦 那个有三个月台吧 对 那个其实蛮可以难用 对啊 就是看能不能利用 或是其他类似的地方 就是让它进市区之后 可能要对时发车 哦 哦 你就是在那个转运站 当一个休息点的概念 对 我发现那个转运站的车辆数 其实没有很多 对啊 很多都还是在台湾大道 那个第一广场前面 对啊 就是你明明底下就有一个公车站牌 但是我去台中好几次 我几乎 没有在这坐过车 我知道台中市交通局怎么想的 我都一样是过 我都过到 过到那个第一广场前面去坐 所以 这个就 算是台湾对公众运输 比较不友善的地方吧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对啊 所以未来就是看他们要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 相对应的调整吗 嗯 我觉得是啦 就是 就毕竟这个 这个干线工作的规划 其实本身是不错 本身是很友善 但是你在路线 还要转成界面上的这个部分 可以有更多的琢磨 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问题 都是以前确切发生过的问题 对 对 就是看他未来 有没有要根据以前确切遇过的这些问题 现在还在发生的问题 对 来去做相对应的修改 对 那就 有待台中市交通局的挑战了 希望啦 至少这一任的交通局比上一任好了 对啦 不要说我们都在骂国民党 这一任交通局比较好 结果这一任交通局是上上任的交通局长的 真的假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现任局长是叶昭胡 是胡志强时代的交通局长 不是 上上任是林洋泰 他们两个都是 也算有一点点师徒那种关系 师徒关系 对 有一点点 就是他们都是逢家的 好啦 那只能说 有的时候 不知道学生不要从老师那边学到太多 也是有点帮助的啦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上三任好像也没有很好啊 那个BRT不是被弄的 我觉得BRT后来应该是因为 就是要选局的关系被赶压上架 所以可能也不是他的问题 好啦 这样讲可以接受 因为毕竟TTJ也是他弄的 好啦 好啦 给过啦 给过啦 至少我觉得 这两个交通局长对于大众运输的态度是比较友善的啦 对 没错 确实 因为站在这个观点看 确实 就 反正看他们要怎么样去做啦 对啊 只希望可以更友善一点啦 对 我希望 他明年不要因为选举的关系又 再敢压着上架一次 对 又乱搞 你就照原本的步骤做好就好了 真的 好啦 那我们这一集应该就到这边啦 出门在外可以不用开启导航 但是一定要开启导航企划台 我是企鹅 我是领导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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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